当你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旁边是否有野生人类 否则就会 暗奈总喜欢嘴一滑吃到思思美的便当 面对暗奈的蛮横行为 周围同学都是敢怒不敢言 还好有魔兽和钢铁两个隐藏大佬 以风纪委员长和学生会长的身份来制裁暗奈 原来月光的所有公主系列的人都潜伏在同一所学校 暗奈在走之前还留下自己是有什么秘密的人 让思思美感觉意味深长 另一边的不动一大早就收到一封令她大吃一惊的信封 里头是她和思思美的合照 一封写着要秘密见面的信 晚上不动就如约而至 果然拍照的人正式暗奈 并以公开照片来要挟不动听她的话 不动对自己怎么样完全无所谓 他只在乎思思美的名声 暗奈要求不动跟思思美分手 不动立马就拒绝了 还跟暗奈开始讨价还价换一个条件 暗奈就悄悄录音 挟迫不动说喜欢她的话出来 不动就一直这样表面服从内心拒绝 暗奈就给不动最后一个机会 让不动亲一下她的手 然后不动看着暗奈的手十几分钟 破防的暗奈决定明天再找不动算长 回头不动就找思思美商量对策 思思美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封口 但被不动阻止了 不动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思思美后 思思美觉得那个女生应该是有喜欢的人了 不动想了下就突然明白了 接着不动来的个摸头杀让思思美放心 晚上不动又来到老地方 开门见山的就拒绝了暗奈的喜欢 原来思思美在很久以前就俘获了暗奈的芳心 而暗奈现在是不动的情敌 可不动非但不慌 还夸赞暗奈的眼光和自己一样吧 还想和暗奈聊聊思思美的魅力一晚上 暗奈突然也欣赏起了不动的性格 两人的恩怨算是消除了 但是又没有完全消除 暗奈就悄悄地告诉不动自己和思思美 还有其他的秘密 隔天早上思思美三人组在去开会的路上 遇到了没说过话的牛头人 大家都表示没见到过牛头的真实面貌 但是也没有很在意 不适 Bee 磊臣等等 有没见到 我都没有迷路 我们只自台之上 最转的隙 公愧 今日もデスッチ尊尊为 珍购 嘔吐 蛊